嗨,大家好,欢迎观看我的视频 非洲离我们中国很远,但是在非洲的中国人早已超过了200多万 有参与工程建设的基建人员,还有去包矿的矿场组 有在那边开工厂的民营老板,还有做进出口贸易的商人 还有一些做餐馆,一些个体户的老板 我一个朋友他在非洲做木材生意 非洲原始森林里有很多珍贵的木材 他在那边没少赚钱,但他从来不漏富 早些年我问他很多关于非洲的生活 是不是我们以为的特别穷,吃不上饭的那种穷 他回敬给我一个白眼,他说在非洲的消费是挺高的 一顿早餐要10块钱人民币,一碗兰州拉面要30多人民币 如果你特别想吃一些炒菜啊,这些中国餐的话 那两餐一汤差不多要120到200人民币 大部分非洲城市的居民呢活得是很舒适的,压力并不大 但是确实有一些偏远地区确实是很穷 那非洲呢是一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多元化大陆 虽然这里确实存在一些贫穷的国家和地区 但也有一些非常富有的国家 他就跟我说呀,你啊去做做功课 然后呢你再来跟我说这些 再来问我其他的问题 那在这个视频中呢,我将介绍几个我做完功课非洲富有的国家 以证明非洲并不是我们中国人想象中的那样贫穷和落后的国家 来介绍给大家 首先呢就是尼日利亚 我有一个尼日利亚的群 在里面做什么海运的啊,做什么航空贸易的啊 非常多,还有在那边生活的 那尼日利亚呢是非洲比较富有的国家之一 但是骗子很多哦 那其经济规模在整个非洲大陆都是数一数二的 这个国家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 包括石油、天然气、锡和铁等等 那此外呢,尼日利亚也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 人口超过了2.1个亿 在过去的几年中 尼日利亚政府采取了许多这个措施 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 比如这个国家的GDP呢 从2000年的270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4480亿美元 尼日利亚也在不断的提高自己人民的GDP 通过不断的改善这个教育啊,医疗啊,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等方面来改善人们的生活 所以呢,在尼日利亚中国的公司 这种情况,大家要记得规范一下 那第二呢,就是南非 南非是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它的经济规模在整个非洲大陆呢,是排行第二 那这个国家是非洲最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国家之一 也是非洲最稳定和最多元化的经济体之一 南非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我以前都讲过了 包括黄金、钻石、白银和铜等等 那此外呢,南非还是非洲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自然风景和野生动物 南非的人均呢,GDP啊,也在不断的提高 尽管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富人是特别富,然后穷人呢,是特别穷 南非政府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改善这一情况 那包括是提高就业机会,改善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那此外呢,南非还拥有一流的医疗设施和技术 不可小看的 成为整个非洲地区的医疗中心之一 那其实我是看了很多南非的电影的 他们这个富人的生活 真的是太富了 那第三呢,就是埃及 埃及是非洲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了 那它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历史的重要性呢 使它成为非洲和中东地区的交通和商业中心 埃及的经济主要依赖于农业、旅游和出口 哎,但是到埃及旅游 嗯,小心小偷哦 骗子也很多 那埃及呢,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棉花生产国之一了 并且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矿产等等 此外呢,埃及还拥有世界上最著名的旅游景点 就是金字塔拉和还有这个叫卢克索神庙 哎,埃及在人均GDP和生活水平方面 也有着显著的改善 很多人拍视频喜欢拍有些国家很穷很穷 但是从来不接触到正面的一些地方 其实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都是水生火热的 那随着政府的不断努力呢 埃及的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等等方面 也在不断的提高 虽然基础设施没有像大家看到的像中国这样子 但是呢,埃及政府也还在积极推动的经济改革 和在吸引外资 我们觉得会,我觉得会越来越好的 那埃及政府这一系列措施呢 它是要进一步提高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那还有一个国家我需要介绍一下 就是科特迪瓦 科特迪瓦呢,是非洲西部的一个小国家 但是这个国家却是非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了 这个国家经济呢,主要依赖于农业和出口 其中呢,最重要的出口产品是可可豆和咖啡豆 科特迪瓦也是西非地区的商业和金融中心 拥有一些最大的银行和保险公司 哎,奈飞电影上有一部抢劫银行的这个电影 就是在科特迪瓦拍的 那科特迪瓦政府呢,在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也在不断的努力 这个国家的人居GDP呢,已经在过去几年中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 那科特迪瓦政府呢,还在积极推动经济改革和吸引外资 以进一步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 那总结呢,这些国家的例子表明 非洲呢,并不是一个贫穷和落后的地方 嗯,大家需要抛该偏见 虽然一些国家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 但许多非洲国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嗯,不管是经济啊,还是社会进步啊 都可以看到这些结果的 那这些国家正在不断的努力推动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 嗯,关于这个非洲的女孩子 我也问了我这个朋友 他说实际上就是非洲的女孩子很多身材都是很不错的 除了皮肤黑以外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就是太丑的地方 那我讲了这么多呢 就是希望我们国人能够更加了解非洲 认识到这个大陆的多样性和潜力 并与非洲的国家呢一起合作 俗话说富贵显中求 在非洲很多中国人能挣到比国内的人多几倍的工资 非洲还是有很多工作机会的 在治安方面 我觉得只要你出行比较单一的话 不乱跑的话 只是去挣钱 不会太危险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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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